大家好 我是小慧 今天要進行的是 前進日本特訓計畫的第四輪 今天要挑戰的食物是 たこやき 張一掃 為了前進日本的特訓計畫 我們在食量上 也有做精密的特訓之外 在我的身體健康的控管下 也要好好的來做檢查 那我們就GO 今天我們要來幫你做一些身體檢查 因為你平常吃的食物量真的很驚人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這樣的吃法對你的身體 有沒有造成一些影響 讓我們怕傷健康 今天我們會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會幫你抽血 看一下你的血脂肪 血糖 你的身體的肝腎功能 有沒有出現一些異常 第二個我們會做 全身掃描一下 看你的肌肉 骨骼 脂肪量 有沒有太多太少 一直要檢查完了 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兩百塊的尖角的意思 兩 兩 兩百 兩百個 那至於我們剛剛還有抽血檢查對不對 那個我們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等實驗室發報告之後 我再跟你說明 這個是你抽血報告 有沒有很緊張 現在看起來都很健康 好 請繼續保持 這個報告給你帶回去 對 我看你早上吃的滿健康的 是刻意的嗎 對 我還是要養生一下 OK 在你吃的食物裡面 讓六大類食物均衡分配一點 你只是單純喜歡吃很多嘛 食物的種類 你就盡量挑健康一點的 聽說其他的大胃王好像 平常不會吃這麼多 對 對不對 對啊 你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是你 平常可以吃這麼多 可以吃太多 不過就是要運動 運動比較多就定 對 日本的玉鰓呢 通常都是30分鐘 在2022年的 日本女大胃王 她在30分鐘內的玉鰓吃了 139克的章魚燒 總共4.17公斤 而且她很厲害喔 她才小小隻的 146公分而已 但是超丟的厲害的 所以我能比她長那麼大隻 所以我等一下來看 我30分鐘內 可以吃掉幾顆 總共幾公斤 那我們就前進的路上 Go Go 今天要挑戰的店家呢 是名食 章魚燒 新北綜合店 今天30分鐘內挑戰 都是吃原味的喔 那我們就進去挑戰吧 沒有 進去挑戰之前呢 要先加油一下 夏威 加油 Fighting 加油 越來越好的 好 Go 超香的啦 這個章魚燒 看起來好美味喔 超喜歡章魚燒 因為旁邊有在的美乃滋 然後妳現在這次 臨時章魚燒 新北綜合店的老闆娘 妳好 謝謝妳幫忙 我們配合這一次的計畫 我們真的很高興 可以參與妳的培訓計畫 讓妳可以前進那個日版參加 再為我們 再 謝謝 我們店的章魚燒 總共有11種口味 使用我們的特條麵糊 然後再加上裡面包裹的 香甜玉米粒 大家都很喜歡 那我相信小會 一定也可以完成這次的挑戰 加油 好 謝謝老闆娘的加油 好 我已經呼呼其待了 挑戰規則 就是在30分鐘內 看可以吃幾顆章魚燒 然後這次挑戰的章魚燒 一顆是32公克 碼錶按下去就準備開始 準備開始 好 其實一般人啊 大概吃三盤章魚燒就差不多了 那我相信小會的實力 今天應該有機會完成 就是這次的挑戰 那些兩盤就很酷了 很酷 是 其實這樣吃也差不多 很酷 這非常的壯 壯觀啦 被他驚嚇到 露出到下一盤 就是壯觀還是什麼 對 壯觀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這讓我來小會 嗯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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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老闆有看過小惠的頻道嗎 有 我有看過他挑戰日本炒麵麵包 還有昨天的那個泰式的我也有看 謝謝 那對於他來自挑戰的印象最深刻 炒麵麵包 因為那一盤炒麵真的太大了 光看就真的很飽了 小惠竟然可以完成這次的挑戰 我真的很驚訝 今天要讓我見到小惠的實力 6分鐘吃完 湯魚燒也有跟地區不同味道不一樣 口味上會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各家的製作法 有些人裡面是包高麗菜 那有些人是包洋蔥 那我們是選擇大人小孩都喜歡的玉米 玉米應該小惠人喜歡啊 他最喜歡吃片的 他水餃也喜歡吃玉米的 哇 他洗完我小惠的胃口 他洗完我小惠的胃口 他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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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把時間縮短成30分鐘 是因為參考 2022年的大胃王的比賽 預賽的部分就是 採用30分鐘制 今天的家食物是什麼 關東廚 關東廚 好可愛 而且那個日本媽媽在吃到第12排就說 這都已經很飽了 我們家的章魚燒挑戰難度更困難一點 我們會比人家再大顆一些 對 我們是說外皮酥脆的口感 對 玉米的飽足感會比其他包 比如說像洋蔥會來的就是更膨脹一點 關鍵的時候只把他推一點 對 就比較輕鬆 走路15分30秒吃完第14排 雷積2.7公斤 你會覺得就要去嗎 有 有 需要小便 所以 討厭舉便宜嗎 嗯 好 你們是做好吃完還會炸還吃完 對 因為要做他外皮酥脆的口感 所以我們是用先煎後炸的方式 喔 所以像這張難度就會比較高 對 像這張難度會再高一點點 對 人家一口進去就壓扁了 我們還要嚼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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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分鐘吃掉十五排二飛機 2.9公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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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鐘 可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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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大衛王 所以要克服的真膩 嗯 真的嗎 因為同一個口味要一直吃 一直吃 我們那時候還想說要不要準備不同的口味 都吃油味的 都吃油味的 對 就一直吃同一種 因為我們想要比照跟日本的 餐廳 一樣的 像是一整才會一樣的比較酸 相信每一口都是他的成就人 對 而且他有自己的成縁 吃一口就少一口了 他跟妳講的一樣 對 我是看說是超小會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點一個是一個 對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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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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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張 我開張 好 加油 其實包玉米的挑戰難度 真的比較高一些 對啊 一口塞進去就咬掉了 我們的可能要咬兩三次 其實包玉米的挑戰難度 真的比較高一些 要比較艱難一點 要比較艱難一點 對 這樣真正上場的時候就比較 可以得心一手 去立對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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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玩具嗎 妳知道她又喜歡玩具 妳知道她要去吃甜甜的嗎 妳知道她要去吃甜甜的嗎 剩五分鐘 現在吃完十九盤的 重量是3.68公斤 因為去日本比賽的時候 妳可能聽不懂 他們在講 在報酬 對 所以妳也只能稍微看一下旁邊 對 比賽他們大概吃了多少盤 真的 講日文可能不太好懂 對 這也是語言的隔閡 要自己跟自己比賽 髒子 要自己型牙齒 可以吧 有 有 好拨喔 要留一點時間 可以自己 goneке 慢慢吃 不用客氣 時間剩下4分鐘 好拒 好拒 很拒 二十三分钟 算第二十盘了 现在累积重量是3.88公斤 不要乱 不要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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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尝尝 快点 可以 可以 你可以的 时间剩一分钟 现在已经吃了4公斤了 好 纪录是4.17 纪录是4.17 纪录是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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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也是八公斤 全部都有 纪录要交無名 只需按扫 達适合 大工 平地 уст 我現在心跳跳超快的 因為30分鐘真的是 對大胃王來說滿快食的 其實剛剛有一直在過程中 找到那個方法 真的覺得大胃王是極限運動 所以30分鐘對大胃王來說 是真的能吃比較快的 對 妳一盒子就要先充了 因為差5分鐘就差很多了 其實剛剛有用什麼水調 我都用水 去軟化它 攪得更快 妳們家章魚燒真的很好吃 謝謝 而且很紮實 對 我們是滿紮實的口感 所以在章魚燒的挑戰上 其實比一般的章魚燒 再更困難一點點 對 沒事 我吃得很開心滿心 謝謝 謝謝 我們最近特訓過的 壽司 牛丼 還有尖角 章魚燒 妳排一下它的挑戰難度 各給幾顆心 尖角跟章魚燒都3.5 牛丼的話是 壽司真的還是覺得最難 因為壽司它就是都是冷水 它沒有熱的機會 那章魚燒剛剛這樣子對妳來說 最大的困難點是在咀嚼嗎 對 我覺得是咀嚼 對 裡面有章魚跟玉米 玉米本身也需要咀嚼一點 讓它包在麵糊裡 沒關係 先訓練 因為剛剛那個 容易下去吞下去的話 餐點的部分 繳碎之後吞又OK 那現在這樣的美乃酥 對妳來說是 1%加分 是妳喜歡的口味 超愛的香甜的美乃酥 剩了兩千五百七七的水加 4.19 4.199的蒸魚燒 有進步 只不過要先把那個液體的空間 就是 這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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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氣一點 這個要再更厲害一點 其實要再更厲害一點嗎 嗯 它是又變成 不是方便想要去吐臉笑嗎 今天很開心就是挑戰了 4.19 19的公斤的蒸魚燒 然後希望下次還有進度的空間 然後也吃得非常開心的滿足 而且裡面包玉米的滋味 是其他店喔 比較少見 嗯 吃起來特別的讚 因為甜甜的 嗯 那 看了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最新的資訊喔 看看我們下一站要挑戰什麼 謝謝大家的支持與加油 愛大家 大家 掰掰 掰掰